今天我将整集都讲日本的高资源 都讲多一次 现在新闻就讲 日本这个核废税可能今天将会正式排出大海 大家对日本有什么看法呢 即管可以在Facebook里跟大家谈一下 我觉得收听我节目的朋友 也可能对日本旅游是有莫大的好感 所以可能都不是完全受到这些事情影响 刚才我听新闻所讲 旅游业界的前辈都说 通常一有消息的话 都有两三个礼拜时期都会有些振幅 可能接着就会回稳这个民情 所以我刚才第一节都所讲 大家都不妨观察一下两三个礼拜 看看什么情况 始终有些事情就丢淡了 而且我意思是如果排出去排污之后 没有什么造成太严重的生态环境影响 其实这件事都会被人淡忘了 始终冲出大海的事情就好像记忆一样 就会慢慢地消退淡忘的 好了 说回这个高资源的旅游和美食 每次去高资源都不能不去一个地方 就是星期日的市集 每逢星期日都会举行的 我看看第三号 麻烦 这个星期日的市集 其实都举行了超过三百年 就是说过去那三百年 都是这样玩法的 一直都放在街上 大家拿了家当出来卖 农产品来卖 其实以前那个社会有这样的市集 都可以想象到 因为当时不是每个都是有店铺的 城市发展都是比较落后的 所以如果有个大街 有个虚的地方 大家可以放一袋卖东西 即是非常之方便 与此同时高资源到现在为止 农业的比重 占他们的经济发展都是很重的 所以每逢市集 都会有很多的农民 拿了些生果和蔬菜来卖 我觉得也好 因为一来农民可以直接来摊档卖东西 不用经过中间批发 可能赚多些 二来一般市民可以直接与农民对话 甚至可以挑选到非常新鲜的 自家种的食品 现在图中所见的就是市集的其中一部分 这个市集其实全长是1.3公里 每逢星期日都是这样的 1.3公里 所以在夏天35度之下 走足1.3公里 有些人觉得都挺甘的 但是幸好多东西买了 所以走的时候都不会觉得很痛苦的 而且沿路有些位置都有洗手间 除了它有一个社区会堂 有一个非常龐大的公众洗手间之外 沿路也有 除了摊档 它夹着也有一些铺铛 这张照片也会看到 那些铺铛里面都会有洗手间 可以问它们借 甚至天气太热 也可以躲在咖啡室里面 先喝杯咖啡 可以喝完咖啡 休息一下后再出去走过 所以我觉得都挺好玩的 但是如果大家想得到整个市集的体验 最好都是一次过走完1.3公里 听起来好像很长 但是如果你买买买买 慢慢走的话 这1.3公里很容易过 而且走1.3公里 我想都不知道有没有五千步 如果一个人要走一万步 其实你应该来回走才叫健康 再看下一张照片 首先我们进去这个市集 就发现很多农民在卖东西 虽然我们作为游客都很少在买买买买菜菜 但是看到价钱都是非常随眼的 譬如姐姐那几棵无花果树 好像每棵都是千多二千日圆 看到我们都流口水 我们都会幻想如果可以买到 买得到拿回香港就好了 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一个伯伯自己做的茶花油 茶花是自己种的 然后它也会提煉了茶花油 茶花油本身如果是纯100%有优质的话 都要几百元一瓶的 不便宜的 但是漂亮的东西似乎都难找 所以在这个市集里面 平时你可能买到很便宜的 一来200日圆的水果 但也可能买到一些几千日圆的精品 要慢慢看 我觉得如果去到这些市集 大家不要经常走得那么快 其实很奇怪 香港人去到哪里都走得特别快 好像趕时间那样 其实问他什么他又不知道 只不过是惯性 因为香港人走路太快 而且很需要急着去决定一些事情 所以有时候那个急速是没有意思的 如果你去高资院 其实他们的旅游文化都是适合的 所以你不妨预留多些时间在市集里面走 不需要趕去其他地方 你走慢点就会看多些 而且可以跟店主沟通一下 就算有时候他们不懂英文 或者你又不懂日文的话 都不代表沟通不了 因为现在有Google Translate 也有些翻译机 甚至可以用最古老的手语 做动作 或者运章纸出来写几只 挑几个公仔 都可以沟通到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来的 这个小松菜 小松菜营养价值非常高 如果大家住Airbnb 就可以买一棵回去煮 一百Yen这个价钱 对香港人来说不是钱 五个多 真是抵得难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来的 这个是千切大根 就是把萝卜切成很幼的厚丝 然后晒干它 你可以拿来放汤 就是放入汤里面 跟老的萝卜干 再加这个新鲜的萝卜干 一起煮 萝卜汤就会非常有不同层次的口味 你也可以直接把这些萝卜丝 丢下去炒菜 一炒菜 它吸收了水分 萝卜丝就会松回一点 多了一个营养 很便宜的 一百Yen 也不是钱 五个多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你会看到很多摊档 都会搬了一个黑白照 一个男子 古代男子 这个是版本龙马 就是出身住自高志愿的一个历史伟人 所以很多摊档都会贴他的样子出来 这个姐姐在卖两种不同的茶 深色那种是什么茶 我完全搞不清楚 看不明白 用google translate也搞不定 但另一种就是柚子的冻饮 柚子冻饮好像也要100Yen 喝完之后真的是透心凉 在这个三十几度的气温来说 喝这些那么清新 和天然的口味的饮品 真的非常之好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吃葡萄 葡萄都是1800Yen一摘 就是不用100元港币 所以是值得的 在那里吃生果 真的又新鲜又便宜 然后你下一张照片就会见到 青瓜 虽然你未必买一盒青瓜回去 但你见到青瓜很漂亮 只是100Yen一盒 都没人发的 都觉得真的很便宜 甚至我们见到有些矮瓜 一盒五六条都是100Yen一盒 如果你譬如在高资源是最后一晚 那第二天就回香港 你不妨可以买新鲜瓜菜拿回香港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我们去到一个摊档 就有一对楼莲老夫妻在卖和果子 那这些和果子的做法 都是饭头形式的 就是擦面粉蒸出来的 有不同的颜色 有些是黑糖 有些是南瓜味 有些是柚子味 那我觉得柚子味真的特别好吃 我看下一张照片 那里面全都是红豆的口味 我买了一个黑糖 一个柚子 不知道有一个味增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红豆馅 那柚子味最好吃的 因为它的面包本身都加了柚子皮和柚子汁 所以份外有清香的味道 二来里面是红豆馅 用一点酸的柚子味道 配一些甜的东西 是特别吃出来觉得开胃的 接着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年老的夫妻 他们都是 虽然他们都不 老公好像懂少少少英文 老婆就不懂的 但都跟我们沟通到 他们都很开心 我们这些香港人过来 支持他们 还有他们都不是常常见香港人过来的 所以觉得外国人欣赏他们的到地的小食 他们觉得很感恩 对他们来说是有一个无比的意义 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当地有很多生果和蔬菜 有些人很懂得做生意 把这些生果和蔬菜 全部用冰镇 以及用一个杯来装着 所以你吃梯子的时候 你已经洗好了 你就一杯的买酒 非常之方便 很懂得做生意的这个店 再看下一张照片 你当是我很喜欢的 我疫情之前都来过两次 每次都来光顾吃这个串销 每一串串销是110日圆 即是6元左右 其实贵了 在疫情之前 我只有四年前 每一串是100日圆 即是五个几个港币 有很多食物 有鸡的内藏 有牛的内藏 有鸡肉串 鸡皮 也有猪肉 我试了好几寸 味道非常之好 因为那些肉类 全都是高资源出产 我看一下下一张照片 当你点了哪一串 它就会立刻上炭火烧 烧完之后 你可以选这个是盐烧 或是一个汁烧 看你什么口味 看看下一张照片 两寸 一个就是鸡肉 另一个就是鸡皮 两寸都很好吃 鸡皮真的很有味道 然后下一寸就是我吃的 就是猪肉 猪肉真的很鲜味 这个高资源 其实除了鱼出名 其实它的鸡肉和猪肉 都是道地出产的 所以是非常之好的 再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 话说高资源出产是土座刀 即是说是一种 土座高资源的 旧时的名称 这种刀就是手造的刀 其实很多朋友去到大阪 东京都会说 我要买手造刀 有时候的刀都整个万日圆 但是高资源的手造刀 相对之下是便宜很多的 你很容易用五千日圆 已经买到一把 非常之漂亮 可以不生受用的刀 所以如果大家说 你很喜欢切送 喜欢处理 那便即管买两把 还有可以带回香港 最重要是不要手提 放在行李箱里 寄仓就没问题了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当地的小古董店 当你走过所有吃东西的地方 就会看到一些小古董 精品的店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他们的碗碟碟 价钱真的很便宜 如果你去京都的股董市场买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贵几倍的 但是在高资源 好像没有人要的东西一样 一样东西都几百几千就要交易 外资几百几千日圆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是一些很漂亮 还有稍微有点家用的中古东西的碟 其实它本身不是一些受工很厉害 很精细的东西 都是平民使用的 所以这些其实三千多日圆 已经有一个了 我先看看 有一个是日治时代的 先看看明治时代 明治时期 即一百多年左右 三千五日圆 民间用的碟也值得 拿回去随便用都可以 不用当是古董的 再看下一张照片 就可以收集股前 如果有人有兴趣的话 再看下一张照片 收集股前 再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 是的 我自己很喜欢选择这些木造 或者七器的木盘 就是茶盘 在高资院这个市集 经常找到一些便宜的盘 我现在看到左边的 就是千五日圆的七器 中间有个手工做 有很多圆形文露的 木盘 圆过的木盘 没有黏合的位置 原装挑出来的 八百日圆 右边也有个大一点的 一千日圆 我选择最小的八百日圆 因为那个真的 完全没有接缝位 是原生木造出来的 甚至中间的圆形文露 都要逐一挑出来的 我觉得它做得非常漂亮 八百日圆都值得了 就是四十元港币 最后一张照 就是一个在现场摆摊当 做自己的小手工艺品的姐姐 她叫做封照子 其实我疫情之前也有光顺她 我很喜欢她用篮 用毛勾出来的小公仔 她看到我们之后 我给她一些照片去看 我说我四年前来过 买过你的东西 她虽然都不懂英文的 讲了很多日文 但是她很百感交集 就是觉得四年前你们来 四年之后大家还在这里 真是开心 她都会说一下 这几年都比较难搞 能够再重聚实在太好了 都会表示很感恩 这个市场很多人情味 值得大家慢慢去探索和了解